大家好,我叫彭吉林,欢迎来到《魔法学校读书会》 我今天要介绍的一本书叫《朱云之》 这本书的主角是贤宁飞,就是他 这本书是关于有一天 有一个人叫贤宁飞,他偏偏就爱石头 那如果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石头 那他就会很生气 那他也睡不着觉,也吃不到东西 那有一天他到河边,他想要去捕鱼 那他得到一个很重很重的东西 那他想,是不是很大的鱼接网啊 那他打算下去看看 那他下去的时候,他发现其实是个很大的石头 他上来的时候就抱着一个美丽的石头 他回去家的时候,过了一会儿 他发现了这个石头,每一次当快要下雨的时候 这个石头就会冒出烟 所以贤宁飞就打算叫他出云石 那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出云石的传说中 而且很多人都想要试试看偷 给你那么多的钱来买你的传说中的出云石 那贤宁飞就说 当然不可以,我不会让你拿走我的出云石 那那个大官就很生气很生气 所以他打算就把贤宁飞的家跟钱啊 都把他拿走 那还把贤宁飞关在一个笼子里 那很多次贤宁飞的儿子他都会来探望贤宁飞 那贤宁飞的儿子他就说 如果你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石头就还给大官呢 那这样我们就会有我们的房子跟钱跟全部的东西 不过你就把这个石头还给他 但贤宁飞却说 对不起,但我想要留着我的石头 也不要,也不要 我要死,但我也不想要 我临任死,但我也不想要给这个石头 那贤宁飞的儿子就很伤心 很伤心的走掉了 然后贤宁飞的儿子跟妻子一听到 就会很伤心很伤心 所以贤宁飞的妻子有一天 他到笼子里偷了石头 然后偷偷的给大官看 那大官就马上把贤宁飞送到家里 也把全部的家跟钱都还给他们 那贤宁飞醒来的时候 就匆忙着找一找 贤宁飞在哪里 那贤宁飞的儿子跟妻子就说了实话 那贤宁飞很伤心很伤心也很生气 那有一天晚上 有一天晚上 他梦到初音师跟他说 如果你去一个门叫海带门 那你进去就会看到有一些人在卖我 那你用一点点钱就可以买到我了 那贤宁飞一醒来就打算出门去找海带门 那去海带门的时候 真的是真的 他发现 他发现几个人在卖初音师 那他早上又一点点钱就买到初音师了 那他回到家就很开心很开心 那我喜欢这本书 因为 因为 我觉得很奇怪 奇怪是因为 嗯 我 我一定不会用我的命 来换给一个石头 因为这是个石头 我不管石头 我是管我自己 而且我觉得 他那么关心这个石头 是因为很美丽或他爱 或他爱这个石头很多很多 那 我希望 那我一定不会像那样子 那我希望你也不会咯 那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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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